武術的那个奥义嘛 因为 大一说武術者 强身健体 保护自己 建议说 习武術人 不请要会武術 还要会武德 要懂尊师重道 调提正义 服为异品 徒报安良 虚心请教 屈以代人 助人为乐 你们以武術人有一段时间 觉得武術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以德胡人 以德胡人 除了打我做会武術之外 你还学别的呢 有 背弟子规 弟子规 那我没见他过来一段 那我就背一段 好 OK 父母呼 英误华 父母命 行误乱 父母教须敬听 父母则顺承 东则温 下则清 成则醒 昏则定 出弊告 反一面 居有长 业无变 事虽小 物善为 可善为 子道亏 物亏小 不思堂 可思堂 轻轻伤 我觉得真好 好多都是我们中国 比如说地鼓龟 像伍德 我们都不太清楚了 现在反倒需要他们来帮我们记得 帮我们曾经回忆一下原来我们有这么多挺好的传统 我其实也是刚拿到一本那个地主队的书 还没来得及看 啊 我一定要收拾这件 你怎么还枕头不够高 放枕头一样 哈哈哈哈 那会睡落枕吧 那 我非常喜欢 而且我特别想让电视界的那些家长呢 通过看这样的一个片段想一想 那是不是让自己的孩子也可以学一点中国这种传统的东西 除了这个强身健体之外 还要把品格不要塑造一下 哎 都要一等活人 哎 都要一等活人 都要一等活人